近期这一轮的升势会否因为外围而受到 阻止已经弹势了呢? 究竟现在应该看着谁支持 去判断走势呢? 我想大家都会留意到 5月下旬的时候 港股升上来 都是因为内地的一男子的 找经济的政策出台 现在消息已经消化了 而新的消息大家的一个焦点 就是落在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和意识之上 所以现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市况仍未适宜太过乐观 特别是当我们留意到 100天线 其实试了几次都穿不到的时候 就已经缩下来 现在接近的位置就是50天线的位置 所以暂时来说就夹着是50天线和100天线之间 即是100天线的阻力位暂时就不用看着 因为都是比较远一点 大概是22000点的位置 现在反而就靠近21000点 看看今天如果穿了的时候 到底是最终收市可不可以靠坏在50天线那里 万一是不能够站稳的时候 我想就有一个心理准备 又会看回之前的格局状况 就是3月16日和3月17日 那里有一个上升列后 大概就介乎20,018到20,800点之间 最希望就不要落到列后 因为最差的情况 差不多就落到200,000点这些位置 所以这两个交易日比较关键一点 就是看守不守得住 50天线的 嗨